大家好,我是都心,下面给大家分享一个好玩的魔术说法 就是说我们怎么样在一个很乱的牌中,把自己想要的牌给它找出来,我们也叫它无需洗牌 整个牌是没有任何顺序的,对吧,大家看一下 整个牌没有任何的顺序 就是说我们怎么样通过洗牌,把自己想要的一些牌给它找出来 下面我给大家首先提前做一个预言 就是说我可以通过洗牌,我可以找出三个K 我们看一下,找到一个,再来,又找到一个,再来,又找到一个 我就可以找出三个K,厉害吧 好,大家喜欢这个魔术,右下角这里,长按三秒,给我点赞助力 现在我来教大家怎么玩这个魔术 刚才展示的这个魔术说法非常的神奇 整副牌是没有任何顺序的,对吧 整副牌不需要有任何的顺序 但是我们再拿几牌,整类牌的这一瞬间 大家看一下 这样所有的牌,滑色点数,我们是不是可以看到 如果我们做预言,比方说这个黑桃的框 对吧,我们这样拿出一张出来,这里有一张黑桃的A,我们把这张顺手 顺势把它放在最下面,上面一张,下面一张,OK,搞定 这样就可以洗它了 上面一张,下面一张,对吧,我们再找出一张 因为我们在剥牌的时候,这样是可以看到的,对吧,我们可以看到的 我们在剥牌的一瞬间,再找出一张黑桃,这里有一张黑桃的K,对吧 这张黑桃,这里还有一张黑桃 这里还有一张黑桃,对吧 这个牌我们已经把它找出来了 以四方牌为例,先把这张黑桃先落下去 留住四张牌,放在这张黑桃的上面 再在这张黑桃上面,再落三张牌上去 一,二,三,OK,再把这张黑桃这样抽写的方法 上下落两张,已经落上去一张,对吧 二,三,同样的原理,OK,搞定 这样我们就找到了刚才预言的三张牌 对吧,就感觉非常的神奇,非常的好玩 当然还是要大家多练习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明白 有什么不明白的都可以在评论区留言 当然这只是一个好玩的魔术手法展示 不要用它去玩其他的 喜欢我的分享,右下角帮我长三秒点赞助力 非常感谢 也可以顺便加关注 下期再给大家分享更多精彩好玩的魔术 一 проход 雷 谢谢大家